院長 部長 委員 您好 現在台灣的疫情 又到一大爆發了 當日本土確診數不斷的攀升 對學校跟我們孩子來講 是一大的挑戰 根據我們教育部的統計 到昨天下午3點的時候 全台灣有15個縣市 139家學校都停課 現在我們教育部有沒有掌握到 今天會不會傳出又有學生確診 謝謝委員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現在整個疫情 包含這個病毒的特性 我想這個指揮中心 大概都很明確的 在這上面位置的規劃 確實現在以這樣的 今天會不會還有傳出確診 這個指揮中心 應該會來做一個說明 因為教育部每天也都有掌握 我們學校的疫情的狀況 也隨時跟指揮中心保持聯繫 目前也因應這樣的方式 我們會重新再做一個 防疫標準 停課標準的一個修正 那下個禮拜也會提起 現實的意見 來提出來 院長 部長 因為指揮中心的 衛福部陳時中 部長特別有提到 如果說這情形再繼續發生的話 很多學校的停課 未來可能就認為說 這個停課的方式是太嚴苛了 所以有沒有跟教育部來討論 說要有鬆綁的情形 教育部您的態度 立場跟做法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 因為整個防疫是全國性的一個做法 當然學校非常重要 因為學生都 在學校來上課 所以目前我們這兩天 密集的在做會上 你們要鬆綁 一定會朝這個方向來進行 如果你朝這方向 陳部長他也特別提到 會用快篩來取代停課 那你要什麼方式來做快篩 你的做法跟規劃呢 跟委員報告 因為陳部長提到的 這個非常專業的部分 我想這個 他正在做這方面的一個規劃 那教育部本來就一直跟指揮中心 是同步在做這方面的一個大方 同步 每天都得把這個確診數的攀升 你要快點的解決這問題 很多家長擔心我的孩子怎麼辦 那你現在快篩的方式 也沒有明確出來 快篩是真的有快篩的學校 有確診的學校去做快篩 還是全面所有學校都做快篩 這樣明確出來 那你快篩是怎麼做 也要告訴所有的家長啊 要不然家長非常擔心 因為我們現在12歲到17歲的孩子 有打兩劑的疫苗 但是12歲以下沒有打 像國小幼兒園 托育中心都沒有 這種情形我們怎麼樣去保護之前的孩子 家長很擔心啊 那教育部你不能不管這件事情 還在討論當中 要有即刻的因應的對策 等個配套 是不是 是 是 委員 教育部不是不管這個事情 一直在管 而 因為是 這一次的特性 傳播快 症狀很輕 所以 我們已經針對這個 有各種方法 逐步的 都防範 第一 請放心 我們這一些都做得很好 因為教育部過去 十幾萬人的大考 集中都沒有問題 教育部有這方面今天 院長我們強調的是12歲以下的孩子 因為12歲以下還是沒有打疫苗啊 現在他們也會感染啊 那家長很擔心 那學校的話 你停課 現在用快三取代停課 那你整個的配套規劃在哪裡 家長是擔心啊 你即刻就有個做法出來 會照委員所注意的這個方面 逐步的 而且會很清楚的公佈 所有的指引方法 這個也學校都會配合來做 要快一點 要快一點 家長非常擔心 我們要保護這一群沒有打疫苗的孩子 對 應該的 對 接下來我想請問的就是院長跟部長 我們推動這個教改這二十幾年來 我們都非常的努力在推動 那在這現在在執行的實施的 就是108的課綱 那108的課綱執行已經三年了 院長 部長 你們的了解這上面有沒有問題 我跟委員報告 108課綱其實在整個規劃到執行 其實都是從第一線非常多的教育的 相關事務班老師來共同的參與 那整個大的方向 我想從各界也都了解 面對未來 孩子要面對的挑戰 其實不能再過去那麼有限的知識 我們是一個善意 給我們孩子友善的環境 我們希望在這個教改裡面 讓我們的孩子可以多元學習 跳脫出那個填鴉式的教育 讓他們可以找出自己的興趣 選擇適當的一個學校科系去讀 但是你知道嗎 108課綱這群孩子 走了是三年 從高一到高三 他們是把自己當作說是白老鼠的角色 所以他們有個觀察這個報告 108課綱的觀察報告 不曉得院長 部長你們看到沒有 他們是兒哨的報告喔 這個報告裡面 是他們親身體驗的 你們看了沒有 委員像這樣的報告很抽象 不知道他在評論的是哪一個點 因為非常的抽象 也非常的模糊 他的評價 你說模糊 我念給部長跟院長你們聽 像這樣的 他的評價是說 一群在象牙塔的學者們 就是這個 高談闊論的 自己自身的觀點 構想出一個 無法落實的教育規劃 以及一個 不願意負責的主管機關 讓學生 突然遭受到這種 不清不楚的 毫無方向的教育 還有一群 極盡所能 適應新的制度 想要緊緊的咬住 自己美好的未來的門票 卻又要擔心 自己前途 是否會葬送在 雜亂無章的 新課綱的學生們 我跟委員報告 你就是主管機關 你有負責任嗎 教育規劃的方向 是否正確呢 委員 一開頭委員都知道 長期 在高中子的現場 非常多的聲音出來 所以 當時要決定 這個未來在整個課程 落實的方面 那是有256位的校長 教育主任一起聯署說 我們應該要面對 孩子在指揮考試的學習啊 做改變 也就是委員今天所談到的 一開始真的是要做這個調整 所以並不是說 只有少數的什麼 象牙塔的專家學者 這一波啊我想 委員會在地方 服務也了解 五大訴求 五大訴求你有看到嗎 你不是說專家學者了 他們是親身體驗這三年 他們在跌跌撞撞 迷惘中 找群出來的 這個五大訴求裡面 特別有提到是 要米平課本與考試程度的鴻溝 拒絕學習歷程的軍備競賽 還有就是說 要正視城鄉與日圓的落差 直面的教育現場執行的問題 跟確立教育改革的方向 院長 部長 這108的課綱 如果說 就像他們所講的 他們 不清不楚 我們是不是多家的宣傳 你不要說是因為新的政策 而需要時間 只要有時間給他 他就可以去適應 已經三年了 難道他們沒有適應嗎 我們108課綱 我們最主要就是要減輕 我們這些孩子們 學業的壓力 現在很多的統計 孩子們學習中的孩子們 晚上都要熬夜 所以我們才把早自修取消 給 要給他們多一點休息時間 但是 這個108的課綱 他們要準備的學習歷程檔案 他們要用自己的時間 課業時間 課業都這麼重了 只好利用自己在家的時間 所以 壓力重 課業重 迷惑中 去找尋 做一個軍事 這個被戰的這個 讓他們感覺到非常的辛苦 所以 部長 可不可以 我們盤整一下 這108課綱 給他們做一個調整的修正呢 要說是專家學者 他們沒有親身去準備 也許有一個落差存在 最多的是 偏鄉的問題 偏鄉他們要準備資料裡面 像 今年 監察院就提出報告裡 偏鄉的他們 像疫情來發生的時候 他們要遠距教學 他們沒有網路 沒有平板 沒有電腦 沒有辦法做遠距教學 等等 這些 都是我們教育部要即刻去做到 協助他們的 有資源 裡面有錢的家長 可以去找補習班 可以去外包 部長你不知道嗎 現在啊 為了這個 做學習歷程檔案啊 有已經新創立的一個產業 叫做學習歷程檔案的製作 製造業 這不只是說補習班 或者是說他們大學 公立大學公開的開課 他這學習歷程檔案的課程 所以怎麼會做到 沒有辦法給我們孩子們能夠 公平競爭 減輕學業壓力的做法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委員今天的質疑 一開始其實委員也是了解 孩子不能只是為了單單的考試 把所有的精力通放在學習上 委員也認同這樣的方向 108課綱其實在規劃上 也是朝向孩子有機會 在學的過程當中 多了解更多 包含他能夠實際上去參與 今天剛才提到的一點 我認為委員要講的 現在非常多 就是他在上課的過程當中 去做這些的學習 並不是一直要他去參加各種外頭的 這個我想不管各高中職大學 也都在提醒這件事 學習歷程檔案是要記錄他們的學習的過程 他們啟發他們的興趣 這個只是輔導在大學選科學的時候 找到自己真正的興趣 但是現在已經做為評分的標準了 所以部長你要發現 你到底有沒有了解 委員 現在過去在爭選 也有學生的 被審的資料 並不被審的資料 也是要讓學生做準備 那現在只是在三年的過程當中 他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經過他的整理也得到他認可老師的確認 這個對大學的入學啊 其實是一個更真實 才不會落入委員所講的 這個什麼請外面來代工 大學老師很清楚 這個如果孩子在面試的過程 一問三不知 這個是假的資料 這是過去經常發生的事情 一定提出來的問題 你看到這一群高三的學生 他們親身體驗的感受 他們是發出怒吼啊 也請院長 部長 多聽一點聲音 這孩子的聲音跟意見 我們盤整一下好不好 盤整一下 如果需要做修正的地方 我們趕快來修正 我們是要幫忙孩子順利的學習 減輕課業的壓力嘛 那現在只有這樣 不清不楚 他們在迷惘之中 我們就應該給他正確的教育方向 如果有來自學生老師的具體的意見 教育部一定會去收集 像委員也知道 當時在108課高 我們還有很多啊 場次就直接到地方上 跟家長有很多的對話 我想這個過程 今天是善意的提出來 希望你們去重視 孩子們的聲音 我們都為了孩子的參政權來努力 難道不能為了他的受教權 他的教育權來努力嗎 所以不要再質疑自己的想法 聽他們的意見 聽他們的聲音好不好 接下來 我要再請教的是 就是 我們考試院在去年11月29號 有送建立法院有關於公務人員服務法的修正草案 在上個禮拜 就已經在司法法治委員會進行審查 要來開放公務人員的兼職的規定 那這明確的公務人員是可以在 法定以外的時間 從事公益或非經常性持續性的工作 會影響本質為主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院長 您是支持還反對 您是主管機關 您也是大家長 我跟委員報告 委員會關於代理代課教師的這個兼職的部分 我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 只要他是在聘期間 如果代課的老師有得到服務機關的同意 因為公務人員也是一樣 之後他是可以去進行相關的兼職工作 但前提啊 他必須是要得到服務機關的同意 因為服務機關會看他到底兼什麼職 譬如說他去補習班兼課 這就不宜了 但是如果說得到學校這邊去認可 他這個不會去妨礙到他 教學本職的這件事情 基本上他是可以的 所以因為我們本身 在我們的公務人員的部分 跟教師是不一樣的 我剛剛講的是公務人員的服務法的修正 那如果說院長你是支持還是反對 你還在審查嘛 現在這一個事情 我是問公務人員 部長已經挑到後面去了 是 我是針對委員這個關心 我也特別跟委員報告 好 院長你是支持還是反對 就剛剛部長有跟你說明 所以就是在法定的時間以外 非固定性 可以持續性的工作時間 最重要是不影響本質嘛 不影響本身的工作 但是他一定要得到服務機關的同意 可以負荷的話就可以了 那但是現在就是有一群特別是 一個家長協會 我們在桃園有一個家長團體 他們長期關心著我們的教師的權益 就是全教產總工會 他們之前有開個記者會 這記者會的時間是上個月的3月19號 教育部有參加 教育部是說同意的 他們特別提到 因為他們是代理老師 代理老師跟一般的正職的老師 的薪水是不一樣的 包括年資都沒有累積的 大概是八成 薪水比較低啦 他們需要去兼職 增加這個收入來養家活口嘛 增加收入 所以這也是人之常情喔 那但代理老師 只要你不 沒有兼行政工作 這個代理老師就可以 尤其是寒暑假的時候 你沒有聘約啊 沒有聘約就沒有薪水 那他怎麼樣去照顧家庭 所以他必須要增加收入 所以針對這代理老師 是不是可以同意他們 可以兼職 你們看啊 這都報告的意思就是說 他都在重命期間 他旅程沒有重命當然是 以後 你沒有說一張 教育部是怎麼不一樣 校正就是校園的校園 校園的校園的校園 校園的中央 現在就要重量 現在都在這邊了嘛 他不是故意你還是 也給你效 這個本來 我們就有一個散訪 我們把這個出產散訪 才讓學校天職瞭解 但是任何一個人 受資訊的機關學校 得到討餐斷的同意 認同給我自己交通 謝謝李偉言